上海人 我是一個上海人 我生在上海 出生在上海 生活在上海 墻面呢 是一種奶油色的 奶白色的木吃面 頂呢 頂角線呢 也是白色的 有一種幾何形線條的 完全就是那種article的感覺 所以這種情節 永遠在我心中揮不去 在設計這套房子的時候呢 我也把老上海的一些元素 運用在這套房子的設計中 我希望它是很優雅的 有點古典的特色 但是呢 又很摩登 非常的時尚 最重要的一點 這是我的家 我需要它非常的耐看 每天回來以後 會讓你有一種安靜的 心情會突然放鬆下來的 一種感覺 所以在做設計的時候呢 我運用的顏色 是那種灰色調 優雅的白色 客廳的家具很有特點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每一個都有不一樣的味道 自然散落在客廳中 就等著你來愛上他們 我的家具不是幾個月裡面 或者是半年裡面買來的 我是慢慢慢慢收藏收集的 我在荷蘭收藏的這把椅子 它看上去不像歐洲或者美食家具 那麼高大那麼豐厚 但是呢 它坐下去以後的坐感 會讓你的腰部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還有一些腳筋 你的腳可以隨意的擱上去 整個人都放鬆了 另外我的客廳所有的家具 都不是都一樣的 只有比如兩把椅子 這種椅子叫做兒椅 它是來自英國的一種椅子 這個叫Wing Chair 這兩把是因為為了對稱 我們放了一樣的 而其他客廳的椅子 我完全每一把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句英國的諺語說 紳士的椅子都是不一樣的 大家可以來到我的客廳 選一把自己喜歡的椅子坐 那麼下一次你來的時候 我就記住了 這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想法 餐桌是貴蒸籠去法國旅遊時逃回來的 古樸的風格與餐廳整體的基調相得益彰 這些家具呢都是要有耐心去等的 從旅遊的時候你定下來 可能到你的家裡 要用半年順著一年的時間 去慢慢地等這些家具 而等待的這些過程 讓你非常地有這種期待感 現在人的生活已經沒有了期待感 什麼事情聽音樂也好 就是直接到這首歌 或者看電影啊 沒有這種期待感 而我喜歡唱片 喜歡音樂 喜歡些收藏 它都有一些期待感在裡面 我覺得相當地有意思 這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魚餐桌相配的餐椅呢 是我在上海的摩登家居展上面看到的 非常的特別 它很少看到是這樣用泥 泥字來做的 一層一層的 有現代 非常的有現代感 後來配了這座餐桌以後呢 把餐椅拌過來一放 覺得還是非常有特色的 家裡所有的燈都很有特點 設計感很強的造型 給空間帶來一種獨特的藝術氣質 我選了一些非常有設計感的燈 有一些燈呢 是放大的一些誇張的 燈泡的款式 有一些呢 是透明的雅克力的 那麼在家居的搭配上面呢 我也喜歡有一些透明的家具 這樣子呢 你不會顯得家具特別的多 特別的雜 譬如說 在餐廳的邊上靠窗台的地方 我就配了兩把那個透明的椅子 臥室的設計簡潔優雅 精緻的格調 開闊的布局 彰顯一份從容與自由 臥室就是一個私密的區域 我喜歡的顏色是那種灰色調的 白色的床單是我的最愛 所以我所有的顏色不會太多 只有灰色和白色兩種色系 那麼在其中呢 就會有一到兩把椅子 是一些比較特別的顏色 晚上看書的時候 會顯得非常的舒適 我兒子今年十七歲了 在讀高中 在讀高中 那麼他的房間呢 他老是跟我說 我不要你設計 這個房間是我住的 我自己來 所以我就讓他自己充分的發揮 每一個人都是最好的設計師 把你的生活 把你的愛好 全部能夠表達出來 那麼你就是生活中最好的設計師 這個氛圍裡面我們看到 有明顯的一些細節 法式的一種柔和的一部分 那麼在家具配飾和燈具的選擇呢 它又是現代的浪漫的 不拘一格的 看起來呢是互相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 但實際上呢是主人文化 主人生活的一種體現 倒台和生活的場景呢 廚房的部分呢 跟客廳聯繫的也很緊密 這說明女主人呢 對生活的要求是非常多元的 另外也是我們現在流行的 Leaving Kitchen 就是廚房社交 這種方式跟我們這個客廳的結合 應該還是很精彩的 在細節方面呢很用心 你包括封口啊 包括一些那個線角啊 它都有一些文樣的出現 雖然呢就是有一些的 封口的布置的位置呢 可能不盡人意 但是呢這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對